这个两位刀工师傅的基本功了啊 董俊啊 曾经参加过我们这个食品雕刻的节目啊 今天又来了啊 欢迎你 今天要比赛这个缩衣黄瓜 你平时切这个缩衣黄瓜最长能够切到多长 这不太可能其实 这武侠片嘛 必定有点夸张 这就是武侠电影中的浪漫主义 咱们今天这一朝一世啊 可都是正功夫 这些神乎其神的刀工啊 那都是他们勤学苦练的结果 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可有眼福了 我们今天要上演是关于花刀的 现代武侠大片 生命中拥有你 无论再大的风雨 忘掉那些灰色记忆 让我们像小鸟一样 飞去寻找属于你我的梦 我要点亮夜空中的繁星去营造 幸福刚刚路过的痕迹 潜入暗淡 我不会选择后退 因为一路有你最灿烂的笑脸 我想要一双坚强的翅膀 可以乘着风浪与你并肩起背 向着爱的方向 我想要一双坚强的翅膀 可以乘着风浪与你并肩起背 向着爱的方向 永不回 永不回 央选啊 出大事了 快回店里去看看吧 啊 出什么事了 刚才啊 凤珠来电话说 刚接到 要求明天中午啊 送三百份食锅拌饭的订单 三百份 是啊 而且还不是那种简单的送餐 说是由三百人的快餐业相关人士进行品尝 等等 你是为宁国的餐厅干活 还是为韩国电子 你先别插嘴了 对了 订餐的单位好像是龙腾公司 龙腾公司 是啊 这可不是呆着的事啊 您快去吧 去快去吧 杨雪 杨雪 上半时间